网上的各位朋友平安 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是叫王浩然王牧师 我们现在继续学习圣经 我们要学习华人圣经一年通 这个视频系列 每一集每一个视频呢 大概五分钟左右 通过每天一次去看去听 就可以用一年的时间 就可以把握圣经的基本真理 这本宝书宝库 人类思想的宝库 也培养你的信仰 建立给你的人生开路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四周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步入第五周 第五周讲什么呢 是讲的列祖 那么我们学的华人圣经一年通 我们用的蓝本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圣经 那么第二个 我们现在呢 就是这个 Through the Bible Through the Year 这是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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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Scott 斯托德博士 他这个 在2006年 在世的时候 说出版的书 另一个呢 这个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翻译 就是叫陈安明牧师 他在这个出版翻译这本书 那么呢 我今天是这个 这一周的第五周的第一次 那么这一周呢 有 一共有七讲 这七讲呢 我先把这个 这个七讲的主要内容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 要讲这个列祖 犹太人 伊斯利人 有列祖 我们华人说 燕帝 皇帝 这是我们的 好像是我们的列祖 但是呢 这个伊斯利人呢 他们有列祖 什么列祖 谁是他们的列祖 OK 我们看一看 最早这个 神造的人 是亚当和夏娃 对不对 后来 洪水以后 有这个伊诺 可是呢 他们的列祖 比较有记载的 他们承认的列祖呢 和那个是有区别的 那么神的洪水呢 于巴别塔 严厉的审判过后 给人类策划了 一个新的开始 巴别 是把人类分散 巴别 亚伯拉罕呢 把人重新召聚 叫人回归于神 回归于神的应许里 神愿意自称 亚伯拉罕 遗萨和雅各的神 是他极大的 福救行动 出埃及记三章六节 马可福音十二 十二章二十六节 因为三位族长 以及下一代的约瑟 都是七情六欲 为七情六欲 都是为七情六欲 左右的人 混合了善良与邪恶 尊贵与卑 卑微卑贱呢 的人性 令人惋惜 然而神使用他们 实现他的旨意 列祖啊 在这个救赎历史上 既在神拯救世人的计划上 占有独特的位置 我们说他说这个列祖啊 这个不是包括那个最早原始造的 那个夏当夏娃 一诺 山寒 什么的 他是从这个亚伯拉罕 以后开始来数的 最主要的 我们看一下 礼拜日应该学什么 今天我们就要讲礼拜日 这一讲 OK 那礼拜日呢 是亚伯拉罕蒙昭 是吧 然后呢 亚伯拉罕蒙昭 然后礼拜一呢 是以萨安应许而生 礼拜二呢 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考验 礼拜三呢 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礼拜四呢 是以萨与神的信实 礼拜五呢 是雅各与神的大能 礼拜六呢 是约瑟与神的眷幼 反正眷幼也好 好不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 这个今天第一课 也是礼拜日的第一课 这一课呢 题目是什么呢 刚才说了啊 是亚伯拉罕蒙昭 对不对 这个创世纪第十 然后第一节和第三节 是这么说的 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 因你得福 对不对 那么 若说神的救恩大计 已经概括在 创世纪第十 头三节经文里面呢 是毫不为过的 OK 神的计划 是叫万国因基督 亚伯拉罕的后衣得福 OK 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是带着两个呼召的 一个呢 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这亚伯拉罕早期的名字啊 这个亚伯拉罕 要离开本乡 到神指使的地方去 第二呢 是要离开本家 让神使他成为大国 OK 概括起来呢 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 也要借着他赐福给别人 那么 事实上呢 是赐福给地上的万族 在亚伯拉罕一生的 不同的阶段 神多次重申 对他的应许 要是他有后 又赐给他地土 例如有一次呢 神叫亚伯拉罕 向东南西北四方遥望 因为羊肉眼眶的一切 都是神赐给他和他子孙的 创世纪第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又有一次呢 神叫亚伯拉罕 抬头看天上的繁星 逐一数点 因为他的子孙 要多入天上的星星 创世纪十五章五节 神如何逐步 叫亚伯拉罕 得到后裔的应许 过程精彩结伦 首先呢 神叫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人数 人数多起来 第二呢 神介绍教会的宗教 宣教增加人数 凡书基督的 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大家记得这个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因为亚伯拉罕 是一信心之父 第三 神最终要借从万国而来 数不清的在天上的救赎者 成就者应许 那时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真的如天上的 天上如天上的星 和海里的沙子了 挺有意思的 神造了万物 又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那么神最终呢 因为出于他的大爱 是吗 是人在地上过得不好 犯了罪了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灾难 那么神呢 最终要拯救这个人 要拯救这个人 那么拯救这个人的时候 他呀 这个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地的 这个 这个 他这些 造的那个人的后裔呢 他们是信不同的宗教的 但是呢 他们还没有信到 这位真正的神 是吧 真正的神 那么神呢 就首先捡着了 这个 这个神的 就把神的选民的祖宗 给找出来 那么这个神呢 就是 就像栽了很多的树啊 专门找一棵树 这个树呢 长得秧子好 是吧 将来有出息啊 这个这个好 把他加出来 这个找谁了 就找了亚伯拉罕了 那找了亚伯拉罕以后 那么这个 这找了亚伯拉罕 首先呢 把亚伯拉罕呢 从他原来住的地方 告诉你 你 你不要在这住了 你要到别的地方去 你原来跟着你父母住了 现在你独立出来 是吧 对不对 这个独立出来 那么 那神 这个亚伯拉罕听了神的了 神的给他 这个赐给他福分呢 是吧 首先说 那个年代 首先要的什么呢 你得有地啊 是吧 你一看四周都是你的 那么呢 你得有子孙呢 你得有那么多地 你得耕众啊 谁有子孙呢 怎么着 对亚伯拉罕的 儿女们嘛 是吧 对不对 让他有子孙繁多 那怎么做更多呢 在有此类的人 毕竟是少数的 繁衍的时候 没那么快嘛 那怎么着 要通过宣要的工作 让更多人信 信这个 这个救赎者耶稣 比如说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那么你通过信 靠这个耶稣 那么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 那么他将来一天 有一天呢 那耶稣会再来 他会让所有的人 都复活死了的 那没有死的自然 直接可以上天 对不对 那么面对这个审判 如果信耶稣的话 你就会进入这个 新天新地 是吧 过无比美好的 没有有处的生活 是吧 这就是说 亚伯拉罕蒙昭的 巨大意义 好不好 那么亚伯拉罕蒙昭 就给大家分享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那么下次我们学习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